今天我们来做个培根芦笋卷 是用烤箱做的 为什么呢 平常我们用这个平锅来煎培根的时候 满屋子都是油烟 既这个不卫生 而且呢就是对肺又没有好处 那我们今天用烤箱来烤制 既没有油烟又健康好吃 而且还有芦笋的营养在里面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好了我们需要准备一袋培根 一捆芦笋或更少一点 然后一个烤盘就可以了 让我们先来收拾芦笋吧 先把芦笋窄一窄 把它的这个头部 根部比较硬的地方完全要去除 我今天买的这一捆芦笋呢 是这个比较粗一点的 所以根部呢不是很嫩了 我去除很多的这个根部 大家看直到您觉得可以掰到的 掰开的 这就是比较嫩的部分了 可以可以要了 好了剩下的我们要去除 然后呢尾部呢 这个尾部的碎会碎状 这个我们还是把它保留着 因为它很好吃也有营养 如果您要是买比较这个细的那一种呢 那就需要一会我们在培根的时候 在用培根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中间把它整个完全切开 越细就是需要的培根就越少 那么这个芦笋我收拾完了以后呢 我要把它清洗干净 好用水充分的冲洗 芦笋之后呢 带一点水分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培根 我们把培根从中间用剪刀 剪开它 然后呢 把它尽量的拉长 拿一根比较粗一些的培根 从头 用右手按住 一个手按住 然后成倾斜状 卷一边卷一边拉这个培根 能够把培根呢 拉得比较长一些 因为它是比较有韧性的 肉嘛比较有韧性 煮好了的这个肉 好了 然后 把它平着摆放在这个玻璃烤盘当中 马放好 这个在卷的时候呢 您尽量的就是露头露尾 这样呢 头尾这个就是能烤制的 使这个卤笋能够受热更均匀一些 大家看我这个 就是说 在卷制 培根 的时候呢 我们要 尽量的拉起来这个培根 您看呢 让它变长 这样呢 卤笋的全身 基本上都包满了 这个培根 所以呢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也就是说 卤笋本身 它没有 这个经过炒制 然后呢 它只是用这个培根当中的这个油呢 浸入它的身体 所以 所以一定要包满整个的这个培根 才好吃 好了 那么 那么一根 卤笋 大家看我这个一根卤笋 每根卤笋都要包培根 而不是像 我有时候看到有的视频里 这个有的人是 两三根卤笋包 出来的效果就是很不好 我以前试过那种效果 那么现在大家看我用另一种方法 如果我 您的卤笋是非常细小的 比较细的 怎么办 我们把培根从中间 剪开之后 再把它拿手 用手拿起来 从中间再给它剪开 这样把培根呢 变得更细 就可以卷呢 特别细小的卤笋 卷起来 这个也很方便 而且呢 也不浪费 我们的培根 因为培根一袋不是很多嘛 这个就可以做更多的卤笋了 更多的卤笋培根卷 那么 现在您看 我用更细小的 这样的 我可以用 这个 一片培根 可以做四根卤笋 比较小一点 可以做四根 非常粗的卤笋培 我们可以做两根 这样呢 一袋培根 大概就能做 这个 不到二十根卤笋 另外您在码放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不要这个 罗列的非常紧凑 要 这个下边这一层呢 稍微松散一点 然后上面呢 这一层 下边两个之间 放一个 两个之间 放这样呢 它就说 这空隙比较大 然后呢 它一会儿 放进烤箱的时候 受热 也是非常均匀的 好 大家看我 这样这个 把放好之后呢 然后非常简单 您就只需要准备一点黑胡椒粉 和一点橄榄油就可以了 我们来放一点黑胡椒粉 稍微撒一点就可以 因为培根本身就是咸的腌制的 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足料 我用这种这个橄榄油喷雾剂呢 在卤笋的头和尾稍微喷一点点 橄榄油 也就是说 使得卤笋的头尾露出的部分 不至于特别的干燥 然后您现在就可以准备 预制烤箱的温度了 这个烤箱设置的温度比较关键 如果呢 就是说温度低 烤的时间长 它不但呢 这个不好吃 而且呢 出来的颜色也不好看 我们要先首先设置350度 用烤箱这个烤制350度 然后呢 要烤20分钟 那么这一步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使得这个里边的卤笋先熟 就这个作用 然后当卤笋熟了以后 我们再去设置这个500华氏度 大家注意啊 我们要再设置的是500华氏度 这时候我们要出培根的味道了 就是烤培根的味道 500华氏度 然后呢 烤制8分钟 这时候您的培根的颜色 就也就说 原来的这个肉的 培根这个猪肉的颜色 就变得非常漂亮了 好 大家看我8分钟的时间已经到 我烤制的是这个样子 有的呢 有的呢 大家发现底下的呢 还没有烤制的颜色很漂亮 这时候你要拿出来 这个稍微翻一翻个儿 也就是说把最下边这一层的 还没有 这个经过烤制的呢 我们再翻一翻 把它挪到上边这一层来 大家看我这些颜色 是吧 上面这些颜色就比较浅一些 然后这时候最关键 您要把烤箱设置改变成烧烤这个档 你看我改变成烧烤这个档 然后呢 把它设置500度 还是500度 设置500度5分钟 这时候再放进去 这是最后一步了 好 我们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到了 现在我们打开烤箱 拿取出来 我们的这个已经烤好的 培根螺旋卷 哇 大家看看 这次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里边 培根的这个猪肉有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筷子呢 把它加到一个平盘里 每一根每一根都马放好 大家看看这次烤制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 就是您烤出来以后 已经就像您用苹果煎出来的培根的效果一样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开始 颅笋熟是这个350度 然后再换成500度 然后再要换档 换成这个油烤制 换成烧烤的这个档次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三步 好了 一会儿我放这个 我马上放近镜头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真正的烤制出来的颜色 应该是这种 这个烧烤的颜色 好 大家看我这考试的颜色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享用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